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对茶的产区到无茶之地 从对茶的期盼到创造属于自己的茶 人们在永不停息的脚步中 寻找传统 寻找希望 在路的尽头 有安放我们心灵的家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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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卡拉库伦山 维吾尔族汉子米吉提 正在向山顶的夏季牧场进发 他要投入一场冒险 这场冒险或许会大胜心 这场冒险的冒险 是 这场冒险的真正的冒险 这场冒险是 我们有了 这场冒险的冒险 是 这场冒险的冒险 这场冒险 本人的冒险 就是 冒险的代价是一种茶 米吉提的家位于喀拉昆仑山脚下的克里扬乡 几年前中国的茶叶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茶 昆仑雪菊 原产地就在这里 新疆本部产茶 自古以来这里的茶都是由内地输入的 而昆仑雪菊让新疆有了自己的茶 其实雪菊并不是山茶树植物 但冲泡汤色红亮既有菊香又有上等红茶的味道 因此也被视为茶饮 目前在克里扬大面积种植的雪菊 来源于当地的一位村民从喀拉昆仑山深处带回来的野生雪菊种子 最初只是观赏 后来有人发现了它的价值才得以广泛种植 为了给老婆治疗高血压病 米吉提前几年都是向中雪菊的乡亲满意些 今年她有了新的想法 中雪菊不仅可以自用 还能给家里增加些收入 但是光买种子就要花掉全年收入的四分之一 要省去这笔钱只有一个办法 米吉提寻找野生雪菊的计划 因为开斋节的到来而推迟了 开斋节是伊斯兰教重要的节日 一般要过三天 期间乡里的家家户户都要走近访游 宴请宾客 用音乐和舞蹈欢庆节日 最近几年昆仑雪菊成为这种聚会上不可或缺的元素 昆仑雪菊成为这种聚会上不可或缺的元素 欢庆的时刻 米吉提的心里却别有一番滋味 今年的开斋节她不能在家过完了 米吉提要立刻启程去卡拉库伦山的夏季牧场放牧 更重要的是她希望这次能找到野生雪菊 科里阳乡平均海拔两千米 而米吉提要区的夏季牧场 在卡拉困乃山深处近四千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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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朋友曾经发现野生雪局的地方 米吉提搜寻了一周 但却没有任何收获 近几年随着天然草场的不断退化 许多珍稀植物越来越难密踪影 又是一周过去了 野生雪局依然没有出现 米吉提搜寻了一周 这些人都不想放弃 米吉提并不想放弃 他还要在山上度过一百多天游牧的日子 说不准哪一天就会与野生雪局不期而遇 在中国茶是一个很包容的概念 很多饮料原本并非是山茶树植物之作 如菊花水果中草药等等 但都在用茶的方式气泡平饮 被划定为代用茶 也是非茶之茶 对非茶之茶 人们更看重它们的保健功能 广东凉茶就是一道著名的非茶之茶 在粤语说唱圈小有名气的奖者乐队 是一个非职业乐队 成员都有自己的工作 他们既喜欢节奏明快的说唱风 又钟爱本土文化 目前他们刚刚创作了一首新歌 唱的就是广东凉茶 广州人都爱喝凉茶 以对抗岭南湿热的气候 传统的广州凉茶需要二十多味药材 在砂锅里慢火熬制出来 严格意义上说 凉茶更像是药 老广东人一有头疼脑热 咽喉肿痛 第一反应便是来上一杯凉茶 奖者乐队找来同样喜欢说唱风格的摄影师 为这段新歌拍摄MV 在药材市场 在老派的凉茶店铺 人们很好奇 这帮衣着鲜亮的年轻人 居然在演唱《凉茶》 科技一年四季都有 为科技中草药是老友 腹口良药吸收入身体慢油 对症下药将垃圾清除掃走 无理汉花必定要清肝明亡 推陈出身不过历史历历再望 满热的天底草底特别容易导致 心火上升将尺度重点 Love and peace 世上并无难事 想有病无痛 pick it easy 在有的人看来 这是一群年轻人躁动的青春秀 而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 通过这首献给凉茶的歌 他们寻找着自己 与这座城市的关系 与古老传统的关系 2000公里外的云南西双版纳 那里的茶人依然生活在古老的传统中 南诺山半破老寨 车姐正在帮朋友操办婚礼 几书我们的家里是屠下一家人 搞什么啦 家里面出什么事情啦 就是夏夕发 大家也是一起 一家八一家 一个八一个 大家体会写的 喜宴上 敬茶是最重要的礼节 嫁妆礼也少不了茶 按照哈尼族的习俗 嫁出去的姑娘 尽管相隔只有十几公里 除非重要节日和家里突发变故 是不能回娘家的 所以轰轰烈烈的哭嫁 就成了哈尼族婚礼上 必不可少的一幕 使我们的短片 我觉得是因为 不可以再加一个你们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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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 二种 一种 一种 在南诺山的半身腰上 她有一个九岁的女儿 现在家里最主要的是这个姑娘 这个娃娃 除了这个我没有多大的什么 夜晚也没有什么理想 但是抱过来的时候才有16天 抱过来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这个情况 差不多到两岁的时候 就再挡出那个老汤 抱过来以后我们放弃了 抱去其他地方 那还不是更可怜 那就一辈子 车姐家拥有90亩的古茶树林 这是一家五口人的收入来源 在南诺山 车姐是远近闻名的智茶高手 南诺山是肯定做的最好的生活 每年四月 蒙海县都要举办一次豆茶比赛 车姐如果能在豆茶比赛上获得冠军 就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从而影响茶叶的价格 从而影响茶叶的价格 在那里面 都要举办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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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茶 是每年茶季 中国各个茶区都要上演的重头戏 云南省蒙海县的豆茶比赛 尤为激烈 生活在这里的布朗 哈尼 拉护等民族 都自认识茶神的子孙 而茶王的称号 只有一个 有好多人在那里唱的 还有各个媒体 都在那里 所以有过来对待 其实比较好的一天 今年 茶王最有力的争夺者 是布朗族的家斗 他是蒙海年轻茶人的偶像 同他相比 车姐并不被大家看好 但他已经暗暗苦练了一年 就为今年的茶王而来 我讲了以后 对我也有可能有影响 但是不搭档我一个 因为是我代表的是整个南洞茶嘛 最主要的是我们帮布朗族嘛 比赛开始 加斗率先出场 比赛的过程很短 选手们只要完成初制的茅茶即可 而手工制作的茅茶 其实最见茶人功力 加斗的表现看成完美 但是 当时压力也挺大的 没有结果 那就场合 那么多人面前没有做过 主要是火味 做的是同样的茶嘛 听那个茶叶 发茶的时候就可以听出来 口味是够了还是够了 真正的高手 在翻炒时 能感受到茶叶最细微的变化 结束沙青的时机 往往就在分秒之间 其实也没想什么 只想得多好那够茶 要加点比好一点 经过沙青的茶叶 还需要用双手反复揉黏 双手力道要足 才能将茶叶中的汁水揉出 看似重复单调的动作 其实蕴含着万千积变 豆茶 豆的是人与茶融合的深度 只有对茶真正理解 并能以最细腻的方式 将这种理解表达出来的人 才是当之无愧的茶王 当晚比赛结果公布 车杰与茶王十之交臂 在二十个参赛选手的竞争中 获得了第二名 但他的成绩 与茶王只有一分之差 这对自己和南诺山的族人们 已经是不错的交代了 车杰既往于明年卷土重来 那时女儿又长了一岁 接待一点 一天 像现在这样高高兴兴的 这样就差不多了 真的也没什么理想 真的 最主要的是这个 是啊这个娃娃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家还是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不想那么多嘛 我希望她长大以后来自理嘛 更多的我不说 自理 云南最富盛名的茶是普尔茶 各大茶山出制的茅茶 在运往外地以前都会被紧压成茶饼或茶砖 今天很多人偏爱老普尔茶那种沧桑的岁月感 从前运茶的旅程极其漫长 道路惊险 日晒雨淋 茶叶在旅程中开始发酵 从而转化出各种对人体有益的内涵物质 从云南和四川出发的茶马古道有许多支县 大部分最终到达西藏 并从那里穿越喜马拉雅山的沟谷 远设印度尼泊尔 云南的茶马古道是马邦的提印踩踏出来的 而四川的茶马古道是依靠人的肩膀背出来的 自古以来 从亚安出发的藏茶到达藏区的康顶 一路翻山越岭 车马难行 只有依靠杯敷运输 运茶的杯敷称茶杯子 代代我个师都被茶包 被茶包在我十三岁那种 把它没加一道瓶盘嘛 两个老人也做不方便 我问是穷人 要找买卖 找到哪样背哪样 茶杯子都是为求生存的穷苦人 农忙是种地 农闲是杯茶 一包茶二十斤 青壮年最多能背十五六包 三四千 就穿了一双来 汗瓜子 瓜人的水 在汗流的 挺着凉着打得啪啪 有三十个瓦 有三十个瓦 还是有五六根据 百五五里楼要放上 就会把买卖子跟村子很紧 从亚安到康定 走一趟需要半个多月 后背是三百多斤的分量 脚下是仅容一人的小路 一不留神 就会跌入万丈深渊 要吐口水 吐了一双生 我们干到床 脚背 出来把床喝软了 你得开着补的 再哭日子还要哭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亚安每天出来当茶杯子的人 有五百多 如今随着大多数老人的去世 那段历史已经开始模糊了 我每一路 被茶包子的人都过去到了 我已经都十多年了 走过这时在家弄了 你也要干什么 茶杯子 作为一千多年川藏茶马古道 真正的主角 正在沉默中渐渐消逝 他们曾用最原始的方式 背出了人类历史上最艰险的一段 茶路 与青藏高原一样 内蒙古草原原本也没有茶 肉类和奶制品可以为这里的人们提供足够的热量 而维生素的获取却困难得多 茶叶的传入 正在发生改变 这一代牧民的孩子 很多都走出了草原 留在了城里 泙治 很多人都给它管了 这离联系很大 很多人都存在 在草原 奶和肉为牧民提供一天的热量 茶提供维生素 对奶茶美味的回忆和骑马放牧一样 融入了蒙古族人的血液里 兵德日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牧民 他还没有学会蒙古族青年最基本的生存技能 套马 牧民的马群 马需要循环之气 周期性的套马驯服 以免完全野化 蒙古族的男子汉们 需要在马背上彰显自己的与众共同 兵德日必须学会套马 他决定去找经验丰富的姐夫帮忙 姐姐家住在附近 每天清晨姐姐都要早起 为家人熬制一锅奶茶 茶来自内地 为了方便运输压制成茶砖 茶砖厚实道需要用锤子砸 砸下来的碎茶装在网兜里 先放入滚锅中煮 草原上永远不缺乏鲜奶 整锅汤水呈现褐色的时候 加入鲜奶 白色的鲜奶滑入褐色的茶汤中 奶和茶在翻腾的泡沫中融合 丝绸的质感 香而不腻的味道 桌上 姐姐已经准备好奶酪和奶皮子 姐夫在传授套马的技巧 套马需要合作 有人驱赶马 有人在合适的方向持着套所等待 绳索一定要套在马的喉咙处 在套中的一瞬间勒紧 绳索一旦滑落到马的景象 再有力的牧民也休想套住 这是一场毅力的较量 人和马注定要有一方先认输 杀志猪 我会得到了 警坚,人手 一国甜美的奶茶 是家人对宫德日最好的祝福 今天他获得了牧民的资格 两千多公里外 贵州赤水的张红来 正在原始森林中寻找一种野生叉树 它基本上都长在悬崖峭壁上 长在赤水和流域的两边原始森林当中 早上四五点钟起来 然后上山采一杯两杯茶叶 然后就往回赶 然后回家已经是天黑了 有些时候呢 今天去明天一早采 然后后天就回来 弄起来挺香的 妈妈小时候就在给我喝了 张红来的女儿 十二岁的张云照 早已习惯独自在家 张云照泡的这种茶极为罕见 是赤水的先民千百年流传下来的 一种独特制茶记忆 村民们把采集回来的树叶发酵 这会使叶子散发出清香 从而引来花香叶蛾等昆虫在茶叶上产卵繁殖 长出的幼虫就以这些叶子为食 通过这些幼虫食道后的产物 再晒干过筛 稍加炒制就制成了当地别具一格的饮品 虫茶 正是有了虫子的帮助 为这道茶增添了很多茶叶本身不具备的 微量元素 张云照的爷爷八十二岁了 常年居住在赤水河边的山林中 你也只可以吃嘛 老爷也只可以吃 外面找不到嘛 看跟胖胖了去 看跟胖胖了去嘛 就这样回来去 我再找就有了嘛 他说上边有了 那他就找到外面吃了 就找到外面吃的 事实上 这种所谓的茶树 学名叫豹皮章 并非山茶树的茶树 赤水人对这种树的迷恋 其实是几百年自然选择的结果 由于树叶采摘难度太大 当地人对它可谓物尽其用 不仅制作虫茶 连树叉都不错过 煮一下也是满口倾向 从古至今 树叶的采集 一直以为树叶采集 其实是个危险的差事 人工爬树采叶依然是今天重查原料的主要收集方式 有些农民扶手爬上去 有时候会摔下来 觉得自己能教育的东西 我最好就是自己上去 不让别人去冒这个鲜 最高的应该有五六十米 生日快乐 不可爱 小鲜姐 我到了 我快不担心爸爸 如果吊下来的话 肯定在半空中就直接飞下来 我哭了 快要到大門老頭了 我爸爸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什麼事情都辦得到的 我爸爸是一個很厲害的 重茶 初吻有泥土芳香 盡開水氣泡後 茶湯呈暗紅色 類似紅茶 這種茶是人與自然合作的結晶 其中或許能品出祖先的謙卑與智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葬礼10月25日 西藏北部赞丹寺的僧人们 正在举行燃灯节法事活动 以此纪念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 整个上午 寺内所有的僧人都要在大殿诵经 酥油茶可以解舌燥趋倦意 使人头脑清醒 随着时代的进步 西藏有很多人用搅拌机来打酥油茶 在赞丹寺 为了给更多人提供酥油茶 僧人们制作了一个更大的搅拌机 西藏北部的羌塘草原 五十岁的卓马正在完成人生最大的一个愿望 陪伴卓马完成心愿的还有儿子和侄女 卓马在最寒冷的十二月份启程 这样的等身长头是藏族人最虔诚的朝圣方式 这需要非常好的体能和意志 卓马家在西藏北部的龙人村 距离拉萨近二百公里 这意味着他们要重复 喝长头的动作十几万次 休息的时候喝杯酥油茶 可以补充体力 缓解疲劳 但野外条件有限 没有工具打茶 就只好把酥油直接和着清茶来喝 藏族是全世界人均饮茶最多的民族之一 酥油茶已经和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 我以前就找到这个人世里 我们不想把oul茶参加根据 以前都累他才会 我都厉害 我们就把他参加了 作词 tragedy 生死的 像这样边派边走 每天只能走七八公里 帐篷是他们临时的家 茶具是他们必备的家当 大皮的浓妹在家里 做些对策略的家里 我们的家里是在家里 我们不知道 如果他们也能吃饭 中国的家里 傀儡很喜欢 在那里 两百元 就给人家 我犯了 孩子在一起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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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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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在高旱區亞的西藏 酥油茶不僅能驅寒暖身 只可充饑 還能補充營養和消解油膩 對於藏族人來說 茶就是活命之水 沒有綠茶器 就用一塊硬紙片替代 朝聖的旅途上 一切只能陰陋就見 北京和東京都還要大 香港的生命之下 沙漠 西藏 在北京 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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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 你 我一直在去 我一直想炒我 在传说什么 他们感觉 他也很不错 他也很不错 嗯 嗯 嗯 我的天我 我的天我 我有什么 我真的 彼此 我从来 你现在 我还在 一家人,一辆车,一顶帐篷,一杯茶,只为了一个简单的愿望。 有个简单的人会拿出来。 有一个简单的工历,, 我们是路到的 我们是路到的 经过漫长的旅程 卓玛终于抵达心中的圣地 拉萨大昭寺 藏族人将生命视为一段旅程 人生充满苦难 只有通过艰苦的修行 才能找到解脱之路 茶是藏族人现实生活的慰藉 伴随他们走过人生的悲欢离合 去寻找心灵的净土 茶 将中国人的命运连接在一起 众多的民族在这里繁衍盛行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信仰 而融合是茶的天性 茶与奶 茶与油 茶与药 茶与花 茶 是人与自然的融合 是这片土地上 生命与生命与生物的融合 千百年来 东方人 从一碗茶汤中感悟着生命的意义 茶道 从中国到日本 兴衰演变 传递着东方文化的价值 茶 一片树叶的故事 第三集 烧水煮茶的事 烧水煮茶的事 火烧水煮茶 火烧水煮茶 对对对对ор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